中華館是全台灣雄龍最多的三地 其龍得當鄉到白宮鏡在獎雄龍 二三龍高達九百九十五棟 為了解到三億經驗的狀況 中華館中王輝比今天就得當參觀雄龍現代化的財壁 說得入這剩三個品質的雄龍 讓鄉親品嘗到優質又好吃的雄龍 白宝國如以用太空保載前不一樣 雄龍是用中操作機器 經過法家消毒這麼困作後到出口 在早期南中華地区有很多鄉人都在獎雄龍 外銷到全世界 如今雖然外銷市場減少 但是中華館不正是雄龍最大的三地 為了解中華不正雄龍正在的狀況 中華館中王輝比今天特別到中華最大頂的雄龍財政農場 了解到業者正在的狀況 所以在前置發酵就是要做這個 我們今天來到我們頂端的新家菇場 那莊董事長他們兩個老婆非常用心在這裡的財壁 我們也知道這個羊菇是非常驕貴的 它太淡會變黑 太乾會逼開 那所以呢怎麼樣讓它能夠呢漂漂亮亮 然後甚至能夠產生到這麼樣大的一個霸王香菇 那就是要看技術 我們剛才一禮拜看到他們 由我們求草開始來做一些相關的室外的發酵 一直到室內的發酵 然後呢給它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生長環境 讓我們的羊菇可以在裡面 這個快快樂樂在生長 長得這麼白白胖胖的 提供給我們最好的產品 那在在都是他們幾十年來的一個經驗 那也是竹塘香也是我們這個羊菇的一個故鄉 為了整個市場的經驗力 從這裡也引進專注動化環控系統 讓民眾能夠一年輸貴都吃到米味的最糧 所以我那時候在種的時候 已經有四五百塊的傳統的都在種這個 不過演變就是越來越慢 不過沒有好情 因為剛才南風每一次要收成的時候 就是因為受到南風的影響 所以都沒有辦法採收 所以演變媽媽做這個環控的 所以現在全國都環控的 我全國都環控的 傳統的差別多餘 傳統的就是一年只有收成一劑 只有冬天 不過冬天你遇到南風來 南風來的時候 它就沒有辦法採收了 你做空調的就是 一年365天都可以採收 不然它也採收到生產力量的人間 產品又是消息到全國各大市場 也先為中華官最榮價的謀言 科研只要用心 農業也能打出自己的市場 新中華新聞北面林鄭鄧 蔡宏博德 我們分級包裝 我們分級包裝